今天我們來看一個案例 你看 飛塔會溢流 一直溢流 止水閥 止水止不住了 所以一直溜 縱使他樓下的抽水馬達沒有運作 只要自來水的水壓到達一個 比如兩公斤三公斤 水壓足夠 水會打上來 雖然這裡是四樓 止水法止不住 水就一直流 所以這一個家庭 他的水會異常增多 也沒有處理 水塔正常是這樣 這是 它要是水位到一個高度 你看 它就會止水了 它隔壁咧 它這個 這裡 就是止不住水 這裡縱使關起來 它也是一直漏水 導致水會從溢水孔流出來 我把它自動止住 我手動把它補水 你看等一下它就會止住了 你看 水就變小了 好 來 我們再來看隔壁的 我不方便把它的水塔的蓋子掀開 因為那是別家的 我就拍外觀就好 你看 它到最高點一隻 換掉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至於哪一個壞了齁 就是這個 這一隻其實可以不用換 你換這個頭就好了 這個頭要換齁 我改天再拍一隻 主要就 逆時鐘把它轉下來 那買一個新的鎖上 但你要 你要把它裝上 先把進水端關掉 那進水端齁 就是這一隻 這一隻進水端 好 下去 我的進水端是從一樓 所以要從一樓關了 這裡關不到 關閉完就可以 可以把它換下來了 換這個頭 你看我的水位滿了 止水了 就不會再滴了 關鍵是這裡壞了 掰掰 就 Whitman 經營 自己是水一點 鍋子 影片 三條 芸 aspire 是